传统观念 父母一手打下的江山 就要留给儿女继承 房子多半也是代代相传 要老的时候就给他们 离开了 那这些东西我也都带不走 留给小孩当然是OK 但也因为这样的传统观念 让以防养老贷款成长牛步 执行20个月下来 总共只有1751人申办成功 统计9家公股行库 总和贷金额只来到93亿 银行主管就透露 推荐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子女反对 因为不想要债留子孙 原来目前以防养老 普遍能贷款到房子试价的七成 以台北市为例 平均每人每月 可以贷款到2至4万元 等申请者过世后 子女就得选择偿还贷款 或出售房屋 也因此舍不得把企业储 拿去抵押 或是怕子女被人指指点点 是不孝顺 都让以防养老热不起来 你的子女可以 把他还了 然后那房子就变你子女的 你说那我子女没钱 他可以借薪还救 大战以防养老是双赢方案 彭怀恩自己就靠着贷款深坑的住家 能月领2万长达33年 经营公教年金受影响的话 我是觉得这笔钱刚好可以弥补吧 拿了钱可以环游世界 可以在台湾充分消费 很好啊 不过专家也提醒不少行库会强制绑定保险方案 也得考虑申请者失智或往生后引发的纠纷 才能让晚年轻松又自在 东森财经新闻 六志沈玉腾台北采访报导 三个月 千万岁 一二 二 八 六志沈玉腾台北采访报导